也请放心 放心吧爷爷 这次秦家必将兴盛 快 老爷爷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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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爷子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难不成 真像那个废物所说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请你放心 在酒会上我们可以请孙天师出手啊 孙天师一出手 就算爷爷中的是天道神法 也把秦爷爷从鬼门关拉回来 不愧是苏氏集团 仅仅一个酒会就如此富丽堂皇 可请你看 那不是方式建筑的方总 还有理事要业的李总 这可都是有上百亿资产的金融巨额呀 我今天都见到了 可请 待会儿你可得好好认识 抓住机会 妈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求苏总 为我们你健身天师 阿姨请放心 方总 李总他们 我都很熟的 以后有我一件天可请就可以 那就谢谢王少了 阿姨客气了 叶峰 这个臭乞丐怎么换进来的 叶峰 你好大的胆子 都市集团的酒会 你也敢闯进来 闯 破宽明盛大走进来 就你这臭药饭的身份 你凭什么进来 你有邀请函吗 没有 没有邀请函 你却说你走进来 走进来到保安 区区一酒会 我想来便来 哦 都是你们啊 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家秦老爷子的神法之痛 已经开始了吗 你闭嘴 什么神法 我爷爷只不过是救兵复法而已 今晚宴会上就请孙天师出手 定能痊愈 你口中的孙天师 他来不了 厉害 孙天师是今晚的主角 你却说他来不了 主位 今天是苏家酒人会 来的都是南疆的名流权贵 我本无意华众取手 可偏偏 咱们中间混进来一颗 老鼠屎 此举 既是对诸位身份的亵渎 也是对苏子集团的蔑视 众位觉得该当如何呢 该如何处置 这谁呀 谁知道我来的臭屌丝 难不成是哪个逃门师家的少爷 被苏总特地邀请进来的 既然各位不了解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一个穷山沟走出来的臭乞丐 他用一封伪造的婚书 妄图取秦小姐为奇 霸占秦氏家产 他今日更是混进苏氏酒会 意图不归呀 苏氏酒会怎么能混进这种家伙 难怪大老爷爷就闻到一股穷酸味 所以为了大家的人生安全 我提议把这个穷山沟 走了出来的垃圾赶出去 对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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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峰 听到了吗 你就不配来这个地方 滚吧 怎么回事 朝朝然让陈何体统 陈经理 来的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没有邀请函去混进苏氏酒会的臭乞丐 惊扰了酒会名流 您赶紧派人把他赶出去吧 哦 竟然有人敢上口苏氏酒会 真是胆大包天 这位先生 请出示你的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函 没有邀请函就敢混进苏氏酒会 来人 哎 别着急啊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我虽然没有邀请函 但我却是被人邀请进来的 就你这个臭乞丐的身份 谁会邀请你进来 你该不会想说 是苏总亲自邀请你来的吧 你说对了 叶峰 你够了 连我秦家都没有资格获得苏氏酒会的邀请函 你凭什么 你小子该不会还不知道苏总是谁吧 我告诉你 苏总是南疆的上层顶流 接见的都是世家豪门 你一个穷山沟出来的臭乞丐 也被苏总亲自邀请 你不信啊 那等苏正国来了 你一问便知 你见得到他们 叶峰 如果你想通过这种 华众取宠的方式 来引起我的注意 那我告诉你 大可不必 因为我秦可卿 绝对不会嫁给你这种人 来人 给我把这个不三不四的人 送到治安署 按大下法律 听后发落 哎 稍等一会儿 叶峰 我一眼可定你生死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定我生死 你还不够此刻 不过 王永洁啊 你现在满嘴喷喷的样子 可真是越来越像你破继 把我发的干了 你竟敢直呼我父亲 小明儿 这小子敢对 苏怎么厌不上公子 肯定活不过今晚 是啊 我要是他 就立刻下跪给王少道歉 还尚有一线生机 我弄死你 你好大的胆子 苏老爷来了 在他面前我不动手 但是你很快就会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绝望 是吗 我等着 哼 还在应称 我倒要看看 他能称到几时 只怕到时候会下的尿裤子吧 惹怒了苏总 我看你这下怎么收场 叶峰 看在离我曾有婚约的份上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我可以出手 帮你在苏总面前求情 让他放你一马 又猛烧 可卿 你管他干嘛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这臭乞丐 死得更好 苏总 您来了 王家王永杰 拜见苏总 刚才你们在做什么 苏总 您的酒会混进一只苍蝇 我们刚才在打苍蝇呢 苍蝇 对 就是他 这个穷山沟出来的臭乞丐 因被秦小姐退婚 心有不满 故意混入苏氏酒会 意图不轨啊 不仅如此 他还是在场名流为无故啊 更要视您家的恩人孙天石 言语不信极为猖狂 但是苏总请放心 他已经暂时被我控制住了 苏总 王少所言句句属实 苏总 这种人就该赶出去 沉浆未雨 好 很好啊 苏总 赤子行为不尽 其心可诛啊 我建议断旗舍路 以警校友 嗯 瞎了你的公眼 苏总 滚开 苏总 念这是 苏总大弄 这回这小子 肯定死无全尸 不知进退 不懂屈身 自以为一身傲骨 却被权力砸得粉碎 小胖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苏伯父 您来得刚好 若再晚一些 我可就要被改入这回场 超过不准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叶先生 来我苏家子职 刚才有谁对他不敬 给我夹出来 苏总 叶先生他没有邀请函 我是按规矩办事啊 苏总 哎 我是不是说过 是有人邀请我进来的 我 来人 给他给我拉下去 赶着苏日集团 苏总 苏总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苏总 苏总 苏总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苏总 剩下的是你 是你 还是你啊 苏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这么一个穷山沟出来了臭乞丐 怎么可能是你苏家子职啊 你这是在教我做事 我 看见你父亲的面子上 自己给我快过来 赶快给叶先生下跪道歉 否则我让你王家 在南江出名 苏总 我给他 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对不起 你不是高高在上 视我如草芥吗 你不是全是滔天 一眼就能定我生死吗 你还有扬言 断我生路 以己效勇吗 对不起 是我瞎了眼 我 撑撞了你 还请您原谅 你 你想干什么 叶峰 是我看错你了 没想到 你和苏总关系匪浅 怎么 藏这么久 就是为了打我的脸 就是为了让我看你高高在上的样子 就是为了让我后悔和你退婚 你错了 你这样做 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哦 原来这就是秦大小姐的想法 难道不是吗 你明明可以直接说出你和苏佳的关系 这偏要等到现在 不就是为了满足你那虚荣心 借机指责我 你还真是手段肮脏 阴险狡诈 收起你的短信博士 哈 岂是你这种庸之俗粉的路想在 你说对吧 叶峰 你 你说对吧 叶峰 你 你妈 找你个叶峰 一边找我女儿结婚 贝莉莉又勾搭其他女人 结婚 是啊苏小姐 这个 哦 她说 她是我师父给我订的未婚妻 你好 未婚妻 我叫苏欣雅 你眼前这个男人 我没兴趣 是吗 那太好了 我倒是感兴趣的 苏小姐 我劝你还是擦亮双眼 别被人骗了 还在替人数钱呢 那就不劳烦你费心了 不过 我都要是谢谢你了 尤其是你 谢谢你的有眼无珠 把叶峰哥哥这么优秀的男人 让他 你 苏小姐 我不知道他身上 有什么值得你欣赏的闪光点 但这个男人一无是处 你千万不要后悔 是吗 那我们就走着瞧好了 叶峰 我原本以为你真有什么本事 原来 这就是你的仪仗 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门路 我秦可卿 最瞧不起就是你这种人 随你怎么想 苏总 听说您请了孙天师 并且治好了苏老爷子 不知可否引荐啊 治好苏老爷子 定非孙天师 儿子另有欺人 那 那为可否在场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苏总 不愧是在说他的 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这个臭乞丐 苏总 您再开玩笑吧 是真是假 秦小姐自己分辨 你们秦家 敢与我苏家子日退婚 那我苏正国的话 秦小姐自然可以认为是假的 苏总 您误会了 苏总 苏总 其实吧 苏总